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兰维冠纳一直努力求学 善尽本分 今年的品幸和勤学两个奖 都是由罗兰维冠纳独得 她品学兼优 是你们的模范 罗兰对待朋友真诚 修女们本身贫穷 尤其学校刚刚成立 大家的生活自然都很清苦 如果你真的吃不下这些豆渣 我帮你掉了它 不用了 我要尽力忍耐 耶稣为我们受了很多苦 要我打掃外面的走廊 我不去 天天这么冬 我怕会肺炎 我们交换 你掃睡房 我掃走廊 我喜欢掃走廊 但是罗兰 你的手已经长满了瘡 不管了 反正是你自己选的 罗兰的妈妈每次来探望的女儿 都会带很多贵重的礼物 例如漂亮的衣服 香水 糖果等等 而罗兰期待妈妈的礼物 并不是这些 哇 你那个有钱的妈妈 今次带了些什么来啊 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 拿去呀 我要一块番茄 你要啊 拿去呀 谁要香水 当中有同学会妒忌 那个罗兰真是恨人真了 这么假 喜欢在修里面前扮好人而已 你说什么呀 她不知多好呀 又温柔又有礼貌 让我试试她 你就知道她的身份是怎样的了 罗兰到我们掃火了 好呀 你为何要这么做呀 你扫地 我扔纸 不对吗 嗯 那好吧 你这个人这么虚眼 我真的顶你不顺 见到你这么激动 我都很难过 我可以怎样帮到你呀 那位妒忌的同学 无言以对就走了 在场其他的同学 见到罗兰的态度 相信她真诚待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罗兰用功努力读书 尤其是要理 她谦虚有礼 善尽本分 并事常祈祷 是青年的冒犯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